喜欢泉州是从它的烟火气开始的 如果你和我一样旅游是为了吃 那你一定要来泉州 来看看白眼松口中一生必须要去一次的地方 好好吃啊 先说芋头饼哪家好吃 大名鼎鼎的庄阿姨芋头饼 每天只卖两小时 口味呢有咸甜之分 但个人觉得有点油并且无味 另外发现一家叫马蹄酥的店 里面也有芋头饼每天现做 有醇芋泥馅 还有加了咸蛋黄的 这家比庄阿姨好吃一些 但是略味有点干 反倒是西街偶遇的一个芋头饼小摊做的比较香 饼干酥脆 芋泥香糯 接着就是来泉州必去的西街 这里有超多的古早味小吃 很多美味都在这条街上 或是附近的中山路步行街 你要尝尝这里的润饼菜 哦 这个是啥呀 这个润饼菜 哦 韩菜 胡萝卜丝 大饼可以卷各种粮菜 一个就顶饱 西街不能错过的无师手工瓷吧 一共有三种味道 外面糯鸡鸡 里面加了各种料 加了薄脆呢 让口感层次更加丰富 另外可以尝尝 同安香谷鸡腿和麦芽糖鸡腿 味道各有千秋 尤其是这香谷鸡腿 外脆里嫩的 做得非常入味 一口气却两个不成问题 哇哦 当然来泉州你得尝尝各种烧肉粽 但个人觉得酱比粽子好吃 馅料看着很多 但其实没有很多 米倒是蛮软糯的 还有泉州style的中式牛排 你不尝真的会后悔 推荐东兴牛排和好成才牛排 软糯的牛排配上咸菜咸饭太爽了 另外牛肉羹和花生酱拌面也很香 泉州人的饭后得来一碗腌水果 各种各样的新鲜当季水果 居然拿来腌制 没想到竟然还蛮好吃 酸酸甜甜 口渴了 那就来一碗大街小巷 都有的四果汤和花生汤 无论你选哪四果 石花糕呀 是必选的一果 我还喜欢在里面加芋头和红豆 哦对 如果你喜欢吃姜母鸭 可以尝一下斯丹姜母鸭 他们家鸭子呀 做得比较干 鸭肉很紧实 泉州的夜宵丰富又有特色 还很好吃 尤其是这家开在幼儿园旁的杨公项鸡排 泉州人呀 从小吃到大 好吃 我从杭州过来吃的 还有这家春歌铁板烧啊 也是YYDS 里面的炸串种类呀 非常多 炸鸡腿和加了白糖的炸白果 必吃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去泉州旁边的食食 开车大约40分钟 随便找家大排档 尝尝当地的特色菜 也是盲点不踩雷 另外呀 再感受一下食食的夜宵文化 喝一碗面线糊 吃一根油条 这个夜晚呀 才睡得踏实 另外还有食食QQ弄斗的 芋圆和瘦肉汤 也是让我大吃一惊 泉州呀 是一座很慢的城市 带你细细品 这份泉州美食攻略 希望你们喜欢 赶紧带上你想带的人 来这里大吃一趟吧 今天你饿了吗